我看到我都有點 Amazing 被驚呆了 怎麼一回事呢 來傳出來的是 黃珊珊聯手綠營 來對抗蔣萬安 之前我們在講說 藍白河 藍白河 合不起來啦 因為兩邊根本不同心嘛 哇 居然已經超前部署 到變成綠白河了 怎麼有這個可能 這個我們秘書長 林徐曉第一時間就出來講說 絕對不可能 而且這家媒體也有意思 你做新聞 為什麼都不採訪當事人 對不對 我要報桂雅的新聞 我好歹問一下桂雅嘛 我最多加一句說桂雅否認就好 連問都不問就可以寫新聞 哇 這家媒體不愧 從米果做到報紙 什麼都會做 太厲害了 就是說這個新聞基本上 連訪問都沒有訪問 病程都沒有病程 所以你把它當文宣 還是當新聞 我覺得大家參考就好了 另外一方面 在台北市我們講個客觀的結構 不要用政治人物來講 今天綠營 比如說民進黨跟民眾黨跟國民黨 哪一邊合起來看起來默契比較順 你光最近民眾辦那個卡拉OK大賽 整個裁判全部都來贏的人 你看有沒有綠的去跟他陪他唱歌 也就是說 事實上民眾黨跟國民黨現在在禁足同一個選票的票盤 所以呢一起比賽看誰批評蔡政府比較凶 這過去半年我們都看到了 不管在防疫工作外交工作財政經濟 我們都看到這個柯文哲所率領的民眾黨跟朱立倫率領的國民黨 兩邊其實在禁足同一組票 所以修理同一個對象叫做民進黨 反而綠營因為這樣子你去台北也好 或者像我台南我去問 大概綠營的支持者會支持跟民進黨合在一起的 大家一定會覺得你好像不是綠營的 很少了啦 所以這種核很勉強也不自然 那這時候釋放這個消息我覺得有意思就是 這時候釋放這個消息 然後表示熱觀其成的還是柯市長 這消息到底是從哪邊流出來的 他會樂觀其成 他每次講到民進黨都恨得癢癢 他怎麼會恨得癢癢 只要有人要跟民眾黨合作 他都是持開放的 對他表示他說對這個合作他表示開放的動作 所以我就覺得這個消息到底從哪裡流出來 大家好好去研究看看 不是不是因為我覺得他有一個很詭異的部分 民眾黨他們也有自己做民調 不過等一下宇宵老師要跟我們分享民調的部分 等一下再來講 民眾黨自己有一個民調 他的意思是告訴你黃珊珊 我們之前看到的數字比方說有18%的 有20%左右的 民眾黨的民調說 我們黃珊珊已經占我們25%了 支持度現在可能一直在超車 有可能 這個民調我都覺得有可能 剛才所謂的誰跟誰合 我認為是假議題 那個是議題操弄 那綠營的很多公共政策的主張 跟民眾黨完全不一樣 民眾黨反而跟國民黨比較像 這個也不像 你否認可以去問台北市議員 台北市議員你看國民黨籍的台北市議員 跟柯文哲的關係 他們罵得很凶 沒有沒有我跟你講 最近他們罵得很凶 最近開始罵了 但是之前呢 最近罵得凶很多原因 比如說民眾黨也要提名市議員嘛 那再來選舉有選舉考量 我說政策的主張 誰跟誰像很清楚 拿吳英寧來試啊 什麼來試 所以藍白河可能性比較高 而且是從好龍兵丟出來的 不可能 綠白河是媒體自己意測出來的 那回到你剛才講的 黃山那個民調 我認為站穩25%非常有可能 那緊張的就是講萬安啦 不然誰會緊張 反正他們要藍白河嘛 他們去研究嘛 我現在意思就是說 有不可能啦 反正可以體會你們現在被講綠白河了 我現在講就是說 在台北市 各家民調各媒體所有的民調 你都會發現黃山山都站穩在20%左右 可是台北的執政黨是民眾黨 擁有市府資源的是柯文哲 能夠給里長承諾兌現的是黃山山 所以他走到25%怎麼會意外呢 回過頭來看 他競逐同樣票 同樣屬性選票的蔣萬安 在過去這半年或一年做了什麼 有沒有強而有力的去呈現 跟黃山山的差別 沒有反而黃山山呈現的執行力 大過蔣萬安 在對蔣經國議題的論述 黃山山比蔣萬安更強硬 所以黃山山加上柯文哲 加上黃山山原來是 親民黨宋楚瑜的政敵系 藍軍的票他拿得很自然啊 他一旦站穩25% 台北市民進黨最差是40% 你用數學去除 你就知道選舉結果會如何 一旦呈現這個情勢 但是藍軍的焦慮感認為說 市長一定要自己拿起來 那只好抓大放小 棄保效應 那到底是棄誰保誰 我倒認為現在國民黨不見得是藍營的大快餅 誰是大誰是小很難講 所以這樣選戰三咖都已然成型 黃山山不是沒有勝算 有一個民調是這樣 是誰放出來的消息 是美麗島電子報董事長吳子佳他所說的 可是他說這個不是他美麗島電子報所做的民調 是他從民進黨內部流出來的民調 這一份民調的顯示也跟我們以往看到的民調不太一樣 因為他做出來是民進黨不管是陳時中或者是林佳龍 都是超越蔣萬安的 這份民調余少老師怎麼樣來看 我先補充一下剛才的那個柯文哲說 這個綠白河的這個說法 其實我覺得這典型民眾黨的媒體操作啦 操作這個目的在幹嘛呢 想要讓呢群眾或支持者理解 或讓台語士理解呢 民眾黨齊貨可居是關鍵少數 藍的或者是呢 綠的都需要跟我合作 墊高自己啊 統戰跟被統戰的價值啦 否則呢怎麼會有這種媒體露珠 不採訪當事人呢 這第一個我說的 這個不論是蔡壁如或是柯文哲的團隊 常常做這樣的媒體 放話跟媒體操作 這個呢聽聽就好 第一次上當啊是大家不聰明 第二次上當是啊 世人不明 第三次還上當的話呢 那代表自己的智商判斷可能有問題 台北市民學會了 許多的支持者也都理解啦 那剛才吳子佳董事長這民調 我在錄節目之前跟來賓都有討論 吳子佳董事長前陣子不是才說 陳時中的民調高到讓自己的無話可說嗎 他說我已經罵他罵一個月了 怎麼還這麼高嘛 對 而且我怎麼罵得下去嘛 對不對 那是他自己公司做的民調嘛 那如果吳子佳董事長願意的話 四級媒體電子報做民調就好了嘛 因為有公信力嘛 你們知道那個戴立安先生做的民調 在業界還是有一定的口碑 美麗島電子報都是委託他做的嘛 那現階段不引述自己公司的民調 不親自去做民調 說道聽途說從什麼地方來的 那我覺得這就有政治目的嘛 但究竟政治目的是什麼 可能就吳子佳董事長自己清楚啦 但這個民調是有一個參考的價值喔 因為就吳子佳轉述的啦 那這個意思是什麼呢 陳時中跟林佳龍基本上 只要都出來的話 都會贏蔣萬安跟黃珊珊 那其實第一個訊息透露是什麼呢 這跟人無關 這跟基本盤有關 這意思是呢 你看陳時中百分之二十九點六五 然後呢林佳龍二十七點七三 簡單講只要民進黨啊 人選啊 是啊 水準之上 不論是誰 在這一場選舉撒嘎都 都很有機會 但很明顯的地方是呢 他是在拉近 陳時中跟林佳龍之間的差距 也就是呢 是陳時中也好 是林佳龍也罷 民進黨都是可以選擇的方案 這吳子佳想要告他 第一點 政治判斷是什麼 大家可以自己去評估 第二點是什麼呢 他要告訴大家地方是 沙喀都 那個最後一名 極有可能被棄保 而黃珊珊來勢洶洶 雖然這裡略低 百分之十八 大部分做都是兩成 都是百分之二十左右嘛 但是呢 因為呢 只要是第三名 就可能被前面的人 或是第二名運作棄保 特別是呢 這個民眾黨跟國民黨的 群眾基礎比較接定嘛 所以這兩者之間的距離啊 基本上是越來越接近 所以結論是什麼 結論的地方是呢 就是蔣萬安現在情勢告急 因為呢 遲遲沒動作 而且呢 這個在選戰的策略部分呢 比較消極 黃珊珊藍勢洶洶 而民進黨的基本板塊呢 已經不是藍營過去想像的 是啊 台北市啊 一定是藍大於綠啊